开启自信大悲 祈愿众生离苦 法谷山大悲心水入法会 愣言坛的修词除了愣言经之外 我们是持愣言咒 那说法主说法 那今年说法主的重点主要是 如何对峙磨镜 这个也是说法主在今年 整个主要说法的重点之一 那下午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个户外禅坐 或是进行的一个刑法 这个是整个愣言坛 就是诵经 持愣言咒 说法主说法 还有一个户外禅坐 或是进行的整个刑法的安排 在愣言经里面有一章 就是耳根元通章 里面有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 尤其是在禅修体证的部分 它有很清楚的陈述 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式 主要它是从听闻声音入手 它是从听闻声音 可是怎么听呢 那在佛法里面 在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里面 它亲自体悟到 它就是因为听到最深 最内层的那个声音是什么 而证悟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在佛法的修行里面 因为观世音菩萨教我们这样的法门 而我们能够实时练习 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楞严谈的场部里面 其实今年的特色就是 没有佛像 为什么没有佛像 反文文自信 那自信如果是佛的话 有没有佛像 就不一定是 就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在意象上面 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莲花座的呈现 当我们找到自信是佛的时候 这个莲花座上 你自然也就会看到这尊佛像 所以我们今年在楞严谈 整个谈场的场部 其实除了一个莲花座之外 我们上面其实是一个经文的内涵 是一个是楞严经里面的一个 几句重要的经文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句反文文字信 那在佛法里面 在观世音菩萨的修行 修行法门里面 他亲自体悟到 他就是因为听到最深 最内层的那个声音是什么 而证悟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在佛法的修行里面 因为观世音菩萨教我们这样的法门 而我们能够实时练习 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